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猴如大家所见 今天吃的是吃货大军团 看别人吃了我很馋 这个测评本身比较主观 代表的是我的个人的喜欢 如果你也点开了,那点个赞吧 我可以把它分你一半 再顺便安利一下BGM R4P0来自于王以太 第一个吃的是咖啡豆乳海盐盒子 这个好像是他们的热销榜单的前几位了 我吃的时候我觉得还好 就是七八十分的感觉 像是外面蛋糕店里面可以尝到的口味 但它运输过来了以后 没有就是口感上会变差什么的 这一点还蛮好的 我个人感觉咖啡味道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的浓 就很淡 我个人感觉 因为我可能老喝咖啡了 没有我之前吃那个初心猫手作那家的咖啡浓 那家是真的浓 下一个是椰浆麻薯芋泥盒子 这个也是我按销量油高道第一买的 我比较期待它椰浆麻薯的味道 但是它拔丝起来非常像浇水 虽然它也是广告上宣传是可以不加热辣丝 但是你也不能像浇水一样拔很糊嘴 吃了我身上连在我衣服上都拔不下来 而且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它的椰浆的味道还是它肉松的味道 我感觉有点腥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看别人吃了都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盒子真的是有一点腥味 但是我又不知道是从哪散发出来的 下一个八层紫薯紫米麻薯盒子 这个一听名字就感觉哇塞全是馅料是不是 它上面的简介也是说不加蛋糕体的 就让你感受空口吃馅的快乐 其实也还好吧 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有点太杂乱了 他们家我觉得适合口感比较偏向清淡的那种 不喜欢腻腻的感觉 但是这个它虽然馅料很多 但是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重点的感觉 而且里面有一层很拉胯 我在寻找它 对就这个淡紫色不知道是什么 很难吃这一层 下面真的我期待好久了 爆浆紫米虎皮 我入口的一瞬间我都窒息了 就是我吃出一种黑蒜味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味 我也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个味 我要不是之前吃过黑蒜 我都无法描述出这个味道 真的和黑蒜味道一模一样 我才敢大放厥词 后来我把它扒开了以后 发现它应该是坏了 所以就是因为我在南京嘛 如果有其他地方要买的话 真的得慎重一点 它这个可能真的很容易坏 下一个是抹茶的 这个就比较好吃了 我拿它来漱口 前面那个把我给吃约了 抹茶非常的清苦 我觉得挺好吃的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他们家的虎皮做的真的蛮好 尤其是现在是夏天 我拿快递真的是一分钟都没有耽搁 它到那个点了 我立刻就去拿了 因为我知道它这个不能久放 哎怎么说呢 很遗憾吧 我下次有机会再吃 伯爵红茶豆乳奥利奥 这个挺好吃的 我在频频的点头 我给商家提一个小建议 奥利奥利奥可以往中间再多放一点吗 两边吃的我有点不太过意 红茶的味道比较淡 整体就是豆乳的香味 我拿它和抹茶的混了一混吃 这两款我目前觉得蛮好吃的 酥松紫米虎皮卷 再尝一下这个 其实它跟前面爆浆紫米 就是多了一个肉松吧 那这样想想我也不亏啊 我可以把酥松吃完 就相当于再吃了一个爆浆紫米 对吧 其实也还好 我真的是觉得他们家肉松比较拉垮 我现在尝出来了 就是前面那个八层紫薯紫米肉松盒子 还有那个椰浆盒子 也都是肉松有点不太好吃 但是他们家的紫米 整体做的还蛮清淡的 就煮的也蛮烂烂的 还有点颗粒的嚼劲 我觉得这个做的还蛮不错的 不会让你很腻 最后我都在尝一下准备要做这个 吃到最后发现第一个吃的咖啡海盐盒子还蛮好吃的 所以我在不停的挖它 对不起啊低估你了 个人感觉最好吃的是左边这两位 然后盒子排第二 剩下来两个盒子我再又各挖了一勺 平定一下第三盒第四 此时这位选手要逃离 他要掉下去了 所以他就排第三 椰浆的排第四 这位酥松子米的就只能排最后了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款 我觉得肯定是品控的问题 他给我的这一个有点腥 尤其是肉松 而且里面的酱是有点酸酸的感觉 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口感 我本来今天是我爸妈要来学习酱 需要给我送点东西的 我想说这个我也吃完 我就想给他们带到家里去 我就各挖了一点 我爸妈是不会嫌弃我了 我再次重申一下 我们家里的人都比较的peace 比较love 我把旁边这位伯爵红茶又给掏干净了 我就想说反正我妈 你应该不会喜欢吃这个的 对所以我就把它吃完了 你不会介意吧 对你不会介意的 准备把这些东西都说说干净 那这次的视频就要结束了 大家再见 并没有来到了第二天 我们吃第二波 我把刘海撩上去了 我得习惯习惯 我的刘海中年不见天日 这个我在对口型 是在给我的后期 就是提醒我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现在我打字幕吧还是 我觉得我在多此一举 我已经开始偷吃了 因为这个虎皮巨香巨香巨香 好好吃 还有一个封面好傻呀 第一个是海盐奥料冰团 这次的运输和包装 整体要比上次好很多 因为我看评论什么的说 都漏了流星了 我还担心的挺久的 这个奥利奥冰团 跟奥利奥没什么事儿 它里面的奥利奥 非常的稀疏 我觉得整体就是乳奥的那种 比较厚重的感觉 其实还蛮香的 我的纸又抽光了 所以我拿一个纸 下一个是牛奶芋泥冰团 这个里面的芋泥非常的清淡 整体就让你出出一种健康的感觉 它的皮子是有一点点韧劲 可能揉的麻薯比较少 不会很让你难久 我发现他们家的芋泥 喜欢做莫兰迪 哦不对 马卡龙色系 做的那种偏 就是饱和度比较低的那种感觉 前面这四位壮汉 像在给我称炒面一样 我都吻了一遍 发现左一和左三很香 所以就把他们两个人 放到视频的正中央 先吃的是红丝绒黑芝麻团子 这个的黑芝麻很香很香 它就是用黑芝麻磨碎了以后 放在这个团子上面的 看我的手势你懂吧 就是那种碎碎的默默的 但是我讲实话 它吃两口真的好腻啊 好上头啊 它也不是加了什么酱之类的 它就是食材本身 会那种油香油香 香腻香腻的 靠右沿着路边 走当我路过你家门口的老酒激烈 反过老友出现 我不仅停下看看 再它就会绕走几血 再过去点几年 钻几千几篇 好像还有你哪怕光 也不用着急见面 但白此门别人的矛盾又照就出现 才明白了兄弟胜过所有笑容初恋 可可咖啡虎皮 这个真的是爆炸了 好好吃啊 我觉得我肯定会回购的 他们家虎皮真的做得好好啊 难怪他们一直有人说 虎皮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你看它里面的内线做得也非常的对位 我觉得它比海盐可可盒子要好吃 因为那个没有虎皮 它也比那个伯爵红茶的那个卷要好吃 因为那个卷它没有咖啡的味道 这个融合的相当完美 我肯定会回购的 下一个牛肉辣松麻糬糊皮 这个也非常的好吃 因为我看到这种卷 我就会跟羊鸡和千里酥进行比较 这个完美的 不能是平替 就是同一个档次 真的是一模一样 但是因为我在南京 可能我会点外卖点羊鸡和千里酥 因为我觉得这样更加方便一点 但如果你们想吃的话 这一款也相当好吃 里面的酱也并没有很多很腻的那种 麻糬也做得很正经 不像前面那个什么东西 肉松也是微微辣的 可以平衡一下油腻的口感 因为因为别人十年 是谁再不路线 才能不愿意 有些内心拼命在挣扎 你在水里装着沙 坚信总有一天会 找到属于我的那片天空太蔚蓝 也简单 很简单 我 总有一天会绚烂 内心拼命在挣扎 你在水里装着傻 前行总有一天会 找到属于我的那片天空太蔚蓝 也简单 很简单 那片天空太蔚蓝 总有一天会绚烂 我在水里看不见 我强迷的伪装 我透过这世的光线 淹没了彷徨 下一个是新品 百香果乳酪护皮 其实单吃它的话也还好 但是前面太好吃了 吃到它的时候总觉得有点奇怪 像下降了一个档次 就有点酸酸的 乳酪也比较偏绵密吧 但搅到百香果的颗粒的时候 总觉得像是碰到沙子一样 有点个压 等一下我放一个静静 你挖它们的画面 可以让你们感受一下它的丝滑 再吃几口腊松的 下面就要到了一年一度的打风环节 我忘了还有幕后的两味 海盐可可抹茶乳酪 这款的话其实跟抹茶虎皮卷有点 类似就是抹茶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一款是加了可可在里面 整体吃起来口感有一点厚重了 说实话就太厚重了 都不好敏化的那种 接下来这个是新品了 草莓芝芝牛乳蛋糕 我很喜欢这一款 它非常对清新 对 我很喜欢它表面那一层 因为它撒了一点奶粉 就跟那个牛乳乳酪混合在一起 竟然尝出了一种奶酥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它表面那一层非常让我上头 但是它草莓就略显一般 我觉得它可以再多加一点 草莓的颗粒在里面 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的那 偏天空在蔚蓝 也承担很承担 我总有一天 好了吃了这么多 总算要开始平分了 那我想一想 第一名给肉松的和咖啡的卷 第二名给草莓的盒子 因为这个黑芝麻是我亲戚的关系 走后门到第2.5位 第三位是百香果和抹茶的 最后还剩一个团子 我忘了它了 真的是对不住它 我在思考的时候它就掉了 所以我赶紧三秒钟原则 把它给捡起来 给到它2.5位 那这期视频就要结束了 大家再见